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接着在制造业大省广东调研发现 企业设备更新需求旺盛 市场供需活力不断释放 广东佛山的荣贵街道 曾是我国首个工业产值突破千亿的阵域 聚集着上千家制造业企业 如今这个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工业大阵 正在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谋划着制造业的二次爆发 今年以来这里超过三分之二的规模以上 制造业企业营收实现了正增长 经营活力不断提升的背后 蕴藏着怎样的秘诀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记者来到荣贵街道的家电企业走访时 发现一个个生产车间正在开足马力赶订单 在这家咖啡机制造企业 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几天前 刚刚从广交会上签回来的订单 足足有30多份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接单的秘诀在于创新 为适应全球市场的不同需求 像意识浓缩咖啡机一个品类 他们就推出了100多个型号 并且还在不断推陈出新 不过今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就是加大研发投入 降本增效 这是一个意大利进口的水分 它对我们的困扰一个是成本比较高 另外一个我们的订货周期 所以我们企业就打算对这个国产化做一个公关 整个成本能下价40%左右 可能要超过2000万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 还有不少企业选择拓宽产品线 开拓新的增长点 这家燃气炬企业去年研发出的新产品 今年一季度销量猛增 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 增加产能扩充产线 也就成了企业的一道必答题 那么现在大概这种老旧的设备有80台左右 大概是6台速控机场 就可以把这一块全部给它涵盖掉了 那刚好呢又有个利好的消息 就是关于我们国家的这种大规模的设备的更新 如果来说补贴力度大的时候 我是希望今年能够一块给它投了 记者还发现 当地一些外贸家电企业 因为国内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正在把销售重心从国外逐步转向国内 做了十年外贸生意的成小 就把面向海外研发的空气烤箱投入国内市场 今年一季度的销售额增长了近40% 眼下它也在盘算着更新生产设备 现在的现体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讲 它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刚好有政策 我们就想顺着这个政策 我们把它更新掉 然后来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 通过走访 记者发现制造业设备更新需求十分枉胜 今年一季度荣贵街道工业投资额 同比增长130% 技术改造投资额同比增长167% 设备升级改造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多 却给当地的装备制造业带来了一些新的烦恼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在荣贵街道的这家激光设备制造厂里 工人们正在抓紧生产一批 亟代交付的激光切割机 这种用于金属加工的设备 不仅精度高能耗低 同时切割效率更是提升30%以上 是船舶 机械 家电制造等领域设备更新的主要品类之一 眼看着生产一片红火 厂长却非常着急 当天打包 当天发货 这样都还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现场区域的装备 现在我们每天的出货量40来台 客户天天翻译三更多打电话 最交付所以非常着急 如何保证订单交付是陈明刚最着急的事 他告诉记者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作为一家给其他行业提供设备更新的制造厂 眼下也不得不大量构进新设备来提高产能 像刚刚构进的这一批激光检测设备 就让产品的检测效率大大提高 在我们没有研究之前 我检测一套设备大概要花四五十分钟 那我研究这台设备之后 它只要十分钟 订单是如何涨起来的 从企业的这张销售数据表中 记者发现了一些新变化 仅激光切割机这一项设备 在钢结构 机械 电器 船舶四个领域 一季度的订单量同比增幅均超过10%以上 最高增幅达到30% 其中机械行业的需求量最大 大规模设备更新这个行动 打开了下游的需求端 对我们企业来说 是一次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市场需求的释放 让这家企业一季度的产品总销量 同比增长超过45% 眼看着市场前景这么好 他们也瞄准了新的研发方向 石油海工 桥梁 大型钢结构 应用到这种板后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我们紧接着就是三瓦 就是三瓦 高功率 激光键幅 附和汉 今年下半年产品可以推向市场 在对福山荣桂街道的调研采访当中 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新现象 由于设备更新需求多 竟还让一些制造企业在无意之中开辟出了新赛道 在这间空调封叶的生产车间里 上千台设备正在高速运转 一个个圆筒状的空调塑料封叶 从原料一体成型到叶片焊接 再到产品检测 全部自动化完成 通过物联网 每一台设备的运行情况都可以实时显示 在大屏幕上 记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很多设备的生产进度竟超过了百分之百 订单多到够不过来 是能够这么理解吗 对 我们有一部分订单现在都不敢接 主要是交货的问题 另外今年相对来说 整个海外空调的需求量非常大 其次我们国内已旧划新认识出来 整个市场预计 夏天的时候整个空调的需求也非常大 所以要带助我们这个塑料枫叶这块的需求订单增加 蒋卫龙告诉记者 为了满足产能 他们这几年一直都在进行设备的智能化 自动化改造 然而在改造之初 企业却碰上了一个难题 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合适的设备 这个行业的自动化的设备呢 它的市场容量呢 因为其实不大 所以没有人专门去做这块设备 我们原来在外采的一些自动化设备呢 其实是不管是从效率 还有价格品质上面 其实是不能满足我们对于产品的这个品质的要求的 所以就自己开始研发 在自身需求的牵引下 这家企业专门成立了研发中心 进行精密塑料制品自动化生产 检测设备的制造 如今生产线上用的塑料焊接机器人 AI视觉检测设备等 都是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 产能提升了30%以上 像这样的空调枫叶 每天能生产接近10万个 然而让这家企业没想到的是 外部需求竟然也蜂拥而至 在这一落厚厚的需求方案中 记者看到不仅有塑料制品企业的自动化改造需求 甚至还有汽车制造和机械加工行业的需求 设备更新需求端和供应端的碰撞 让荣贵的传统制造业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但是要持续的扩大需求 拉动产业链实现跃升 要解决的问题依然不少 那如何增强企业的投资意愿 加快推动产业换新升级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不久前 广东省和佛山市 关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 荣贵街道办收到的企业咨询量也与日俱增 对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来说 摸清每一家企业的需求 是眼下最要紧的事 昨天去了六家 今天就排了四家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了一家厨具企业 得知一季度 他们的销售额下降了20% 正基于更新产线 推出新产品 打开市场 通过摸底把企业设备更新的意向和需求建立台账 在荣贵街道办公室 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工业技术改造需求摸查表 行业分类 技术改造内容 企业需求等事项一目了然 在已经走访的67家企业里 就有29家企业进行了5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总投资额超过4.5亿元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打通供需对接渠道 当地主管部门先是举办企业设备更新对接会 同时成立装备制造业供给资源池 将本地优质装备供应商纳入其中 此外还拉来自动化数字化技术改造服务商 在这个新设立的产业聚集区 记者看到几十家服务商在这里集中办公 让有设备更新需求的企业 可以现场对接咨询 现场演示技术改造方案 不仅如此 荣贵还推动国资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合作 成立设备融资租赁公司 并且配套贷款贴息 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同时还对工业设备的回收利用问题展开了探索 旧的这种大型设备回收以后 怎么样能够循环利用 怎么样能够让资源能够再次得到好的配置 下一步我们也是由国资公司 来跟我们本土的家电回收龙头企业来进行开发 我们跟企业已经正在对接 荣贵街道通过设备更新焕发出的市场新活力 只是当前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中的一个缩影 日前国家泛兰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到2027年工业 农业 建筑等七大领域设备投资规模 较2023年增长25%以上 设备更新需求将是一个年规模5万亿元以上的大市场 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媒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将进一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向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 绿色